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叮叮叮! 丹丝里杨祖瓅昨日在Instagram上率出她和欧先生小金人衣颈肌肤的照片,而今天她飞往香港! 与林青霞、刘嘉玲和何超瓅一起出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特别展览 这个全球首歌聚焦于卡蒂亚珠宝和女性之间密切关系的大型展览 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四位在各自领域颇有陈旧的女士罕见同框 对网民来说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场面 许多人直呼这是梦幻联动 作为奥斯卡守卫华裔影后 杨子琼在此次活动中身穿一身黑色无袖连衣裙 披散着大波浪剪发优雅大气 他与刘嘉玲、何超琼和林青霞一起拍照留念 四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出色的陈旧 何超琼是上界上颇有陈旧的女王 而杨子琼、林青霞和刘嘉玲则是演艺圈里很有陈旧的女王 刘嘉玲原本在Instagram上指表出了与林青霞和何超琼的合影 刻意将杨子琼排除在外 随即引来了网民的好机采测 有人认为杨子琼凭借电影瞬机全宇宙 一剧成为亚洲之光 现在芬芒震慎 即便刘嘉玲一行人有和杨子琼合影 但刘嘉玲却只晒出三人合照 似乎在赞避芬芒 不过今天刘嘉玲 PU出了他和杨子琼的单独合照 打破了这一传闻 照片中他伸手搭接杨子琼 而杨子琼则亲密地搂住刘嘉玲的腰部 两人相见十分欢乐 这一照片证明了四位女士之间没有任何嫌隙 她们在互动中相互支持和鼓励 真的是很让人感动 总得来说 这次的特别展览吸引了许多来自各个领域的名人 和普通观众前来参观 其中不乏一些珠宝收藏家和文化爱好者 这个展览通过展示卡地亚珠宝和女性的紧密关系 向人们展示了珠宝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除了珠宝展示外 展览还涉及到女性在历史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 这不仅是一场珠宝战 更是一次文化交流和探讨 展览的主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也促进了女性地位的讨论和反思 这次四位女士的巨手也给人们带来了启发和鼓舞 她们展示了女性在不同领域里的实力和魅力 也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这个活动的成功举办 不仅推动了卡地亚品牌的发展 也促进了女性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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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